为了证明她有多深爱她的男朋友 女孩闯入了一个神秘的十层楼高的电梯挑战 她准备按照网上的游戏规则完成任务 前面的一切还顺利 但是在五楼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一切 按规则她必须闭上双眼手口如瓶 等待电梯门自动关闭 然后按下一楼按钮 以完成这次的勇者挑战 然而在五楼发生了一场 电梯门没有如期关闭 而是让一阵寒风吹过 把她的头发都竖起来 这个意外让她忍不住睁开双眼 瞥见电梯外面一片空荡 她急着想按下一楼 结束这场游戏 可是电梯并没有下降 而是在楼上颤抖了一会儿 手机从她手中滑落 她弯下腰去捡 却感到另一个物体 当她转过头去看时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她着急地尝试按下电梯内的其他按钮 但都没有效果 就在这时一阵歌声在她身后响起 女孩不敢回头 只好举起手机 试图查看背后的情况 她的镜头捕捉到了一个 劈头散发的神秘人物 让她毛骨悚然 当电梯终于抵达地势层时 她惊讶地发现外面不是普通的屋顶 而是一个红色幻境 突然背后的神秘人 喊出了女孩的名字 她不惊吓地转过头来 几个月后 一群高中毕业生决定不去上大学 而是决心创业 他们专注于记录生活 并接受一些广告赞助以谋生 然而他们的公司 最近面临广告赞助商的不满 因此老板决定制作一期刺激的视频 以吸引更多的观众 当他们考虑如何制作一个 影人注目的视频时 公司的新实习生瑞恩 提到了附近的一个街区 传闻有一个女孩 在那里玩电梯游戏后神秘失踪 至今没有线索 这个故事听起来异常吸引人 于是一群年轻人决定 带着他们的摄影设备前往寻找答案 到达大楼后 克里斯、卷发和玛丽 向镜头介绍了闹鬼的传说和注意事项 只要他们不违反游戏规则 据说他们就可以到达传说中的红色世界 金发妹插入赞助广告后 拍摄终于开始 他们三人齐刷刷进入了电梯 而其他成员留在一楼通过电脑监控整个过程 他们按照传说中的步骤按下电梯按钮 展开了这场真正的闹鬼游戏 前几层楼一切正常 但玛丽开始感到事情变得有点古怪 金发妹一直在摄像机前说了不少话 每一层他们都会拍下电梯外的场景 一路就要来到了最关键的第五层 据说如果电梯停在这一层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睁开眼睛 然而在三人兴高采烈的玩乐时 他们并不知道楼下的平板电脑上 突然失去了他们的画面信号 巡逻的保安也在外面 他们只得悄悄隐藏起来 不敢发出声音 就在这时 电梯已经到了第五层 当三人按照传说闭上眼睛等待电梯门关闭时 他偷偷地睁开了眼睛向外看去 突然他们感到了一阵寒意 当来到他们身边时 电梯门却突然关闭了 而下一层应该是最后一层 如果他们按下了一楼按钮 而不是降到第一层 那么这个传说就成为了现实 当他们吃惊地发现电梯竟然开始上升时 他们立刻感到措手不及 但是电梯突然停在了一个餐厅里 当几个人感到困惑时 电梯门突然打开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原来这是餐厅的员工 差一点吓坏了三位勇士 他们下了电梯 和朋友们会合 都认为这只是一场闹剧 金发妹由于信号中断 未能录制任何内容 当大家失望地准备离开时 突然听到电梯后面传来了一首歌曲 然而他们觉得这只是他们的错觉 这时瑞恩突然站了起来 建议大家再试一次 但他的提议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 他终于坦白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他来这里并非出于好奇 而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妹妹 而导致妹妹失踪的罪魁祸首 正是他的同事克里斯 这个消息让大家愕然不已 他们决定再次进入电梯 不仅要找回失踪的女孩 还要揭开威胁的阴谋 原来几个月前 克里斯和妹妹在一起后 从她那里得知了这一电梯游戏 于是妹妹一个人来这栋楼玩电梯游戏 导致整队人失踪 警察已经搜寻了好几个月 即使是她的父母也已经放弃 可瑞恩认为妹妹可能在另一个世界迷失了方向 听到这大家都不欢而散了 没有继续拍摄 回家的路上当她朋友打电话时 突然响起了一首歌 两人的信号中断后 她发现角落里有一个黑影 她想逃跑 却被对方控制住了 克里斯的身体逐渐浮到空中 全身的骨头被女鬼打断当场死亡 另一边瑞恩对寻找妹妹的决心毫不动摇 再次踏入大楼 要一个人独自找出妹妹的踪迹 这一次她坚定地按照传说的步骤 在关键的五楼闭上了眼睛 耐心等待电梯门关闭后 才轻按了前往一楼的按钮 惊人的是 电梯在这一次真的把她送到了十楼 瑞恩看到十楼的装饰与一楼大厅如出一辙 唯一的区别是玻璃门外透出一阵闪烁的红光 为了找到失踪的妹妹 瑞恩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毅然推开了玻璃门 踏入了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 在这个红色异世界里 瑞恩发现了一个宏大的十字路口 天空中闪耀着赤裂的红光 她顺着街道前行 突然发现一个人影 她以为那是自己的妹妹 于是快步走近并开口询问 然而令她始料未及的是 那个人影突然发生了怪异的变化 追逐的姿势十分古怪 引起了她的不安 瑞恩急速回转 试图逃离这个诡异的红色世界 回到了大楼内等待电梯的地方 就在她焦虑的等待时 一阵离奇的歌声再度响起 令她的内心充满了不安 与此同时 金发妹忘拿了一个固定在电梯里的摄像头 她害怕一个人去 于是拉着老板和她一起去 在电梯里找到摄像头后 老板承认最近两个月的工资 不是赞助商给的 而是父母留给她上大学的钱 金发妹提议她用相机再玩一次电梯游戏 当他们到达五楼时 他们根本不遵守游戏规则 甚至探头向外看 金发妹甚至喊着女鬼的名字 下一秒他们就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女鬼用手掌刺穿了她喉咙 鲜血喷在她的脸 金发妹想逃离电梯 但又被对方抓住了 与此同时 另一个世界的瑞恩终于等到了电梯 而女鬼正迅速接近她 她迅速关上了电梯门 险些死在女鬼的魔爪下 在电梯里她注意到地上的一台摄像机 原来是老板留下的 这台摄像机记录了老板和金发妹遭遇女鬼的经过 她急忙联系了玛丽 告诉他们自己的经历 提醒他们的朋友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同时玛丽查找了一些 与几年前这栋楼上五楼女居民的悲剧相关的信息 并会和在公司进行深入探讨 这时卷发独自在公交车站等车 却突然发现一个人影躺在车站顶上 看着自己 她尖叫着冲进路边的一家餐馆 把所有人桌上的盐罐都放进包里 但在镜子里看到女鬼躺在她的肩膀上 在公司的天台上 瑞恩给玛丽看了自己捡到的摄像头 但对方觉得她疯了找妹妹 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他们发现有人在办公室中间撒了一圈盐 卷发出现了 告诉他们有人在玩电梯游戏时违反了规则 现在他们被诅咒了 瑞恩说了自己去红色世界找妹妹的经历后 玛丽在网上追溯到几十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 一个女孩被同学欺负 把她锁在大楼的电梯井里 原本只是一个恶作剧 准备在一个小时后释放她 但他们在派对上喝醉了 忘记了那个女孩 就这样女孩一个人在电梯井里被关了整个周末 直到周一人们上班时 下降的电梯把她的身体压成肉饼 直到几天后人们才发现她的尸体 这时卷发哼的一首歌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这首电梯儿哥瑞恩和玛丽都听说过 根据歌词的内容 他们判断游戏以前没有完成 只要他们按照规则完成游戏 他们就可以摆脱女鬼的纠缠 然而还没来得及开始 办公室黑暗角落里传来的歌声 一个黑影慢慢站起来 他们迅速躲在圆圈里 三个人看着女鬼慢慢爬到他们身上 好像没有捕头 看到女鬼在她画的圆圈外停下来 卷发大笑 电影成不欺我 俗话说笑得早死得快 卷发就被女鬼咬死在他们面前 吓得他们转身逃离了办公室后面的消防楼梯 一路气喘吁吁地跑到大楼 手拉手又玩了电梯游戏 试着遵守规则通关结束 两人在关键的五楼一动不动 等待电梯门关闭 但仅仅十秒钟 时间就像几个小时一样长 门关上后 瑞恩又来到了红色的世界 直到那时 玛丽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对方 瑞恩看到玻璃门外的身影 以为她可能是自己的妹妹 玛丽劝了她很久才回电梯 然而当他们认为一切都结束时 下降的电梯又停在了五楼 他们认为女鬼不想让他们离开 他们闭上眼睛 在电梯门打开之前不敢动 他们忍着恐惧等着门关上 然而电梯门关闭后 她自动向一楼下降 玛丽突然听到有人叫她 于是睁开眼睛 下一秒她的脑瓜就爆了 瑞恩听到她倒在地上 睁开了眼睛 她看到电梯门上有一片鲜红的血迹 她身后传来妹妹的声音 当电梯到达一楼时 里面是空的 然而随着他们的神秘消失 这款电梯游戏变得更加出名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玩这款电梯游戏寻求刺激